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视频由詹姆斯螃蟹店独家赞助 大家好,这里是Biennes Breaker较教学 本期我要教给大家的是教授的招牌动作之一,拜佛 这个就是教授最常用的拜佛脚步 很多人学拜佛很容易忽略掉很重要一点就是脚步 一个好的拜佛一定要有脚步和节奏的变化 首先讲一下教授的拜佛脚步 以左手运球为例,首先做一个胯下,右手接球,重心在右脚 背后运球,当球运下去的同时,重心由右脚转移到左脚 注意这里,然后重心再由左脚变回右脚 然后右脚蹬地撤一步 同时顺势,手上做一个假装投篮的动作 屈膝,直背,眼睛看向篮筐 这个脚步其实和库里纳爱奇的后撤步非常相似 只是左脚这里,一个是原地的发力,一个是顺势往后蹬地的发力 当你学会拜佛想要运用到实战中的时候 你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动作 准备动作其实就是你在做拜佛之前的一些动作 如果你直接一上去就做一个拜佛,可能一点效果也没有 你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动作 让防守者松懈,或者感觉你要突破等等 然后你再做拜佛,就会很有效果 这里我再提一点,很多人可能对于节奏这个概念很模糊 但是如果想要做好拜佛,就必须要有很好的节奏感 当你有很好的节奏感,很多情况下你都可以顺势做拜佛 这点后面我再专门去做几期来讲这个节奏怎么练 最后我再多讲一个以胯下发起的拜佛 教授也经常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于拜佛怎么做,能做的逼真这一点 自己可以尝试用同样的脚步,动作,试试真实投乱的样子 可以对着镜子脸,或者拿手机录下来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视频就好像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要什么动作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或者试信我 也让大家随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五毛变相 我会提前在微博发下一期211动作和更新时间的 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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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说啥 来唱一遍吧 完美 我录上去了 我打球这么点 老体能让你扮我 就这样慢动作 三秒钟被抢了 老年人不拔 你好 请问你对上西宅舞有何感受 观众对你的表演非常满意 请问你是专业宅舞还是业余宅舞 我是跟张宝良学的 那张宝良一定是大神了 张宝良是我儿子 你居然这样说你的父亲 我花蜜花蜜花蜜子 千天我们年 十曲只应天上游 很漂亮 我爱你 有 我爱你 你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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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等下点 你好大力哦 你好强哦 你好棒哦 你是魏凯昌 你好强 首先回顾一下第二期的背转身 你不玩意不得这么快 还是吧 来往里面靠点 来 穷风扑了 穷风扑了 来往里面靠 好 坑屁老板不发工资 本期背转身就要往这里 注意你 快点那儿去吧 不然我锁整 不然你来 本期背转身 不是你要唱对的 我可以跳舞 我就叫你飞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说任何动作目的 是为了能够利用档布 帮你到达自己习惯动作的位置 不要为了坐动作而动作 不要为了坐动作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做动作的目的是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做任何 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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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做任何动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脚步帮你到达自己习惯出所的位置 不要为了坐动作 不要为了坐动作而动作 不要用眼睛观察和眼睛 不要用眼睛 你的舌头大截了吗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做任何动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脚步帮你到达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做任何动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脚步帮你到达自己习惯出所的位置 不要为了坐动作而坐动作 不要用眼睛观察和身体感知防止的位置来做应对 那些看似乏力动作 最后我要讲一点 你做任何动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脚步帮你到达自己习惯出所的位置 不要为了坐动作而坐动作 要用眼睛观察和身体感知防止的位置来做应对 那些看似乏力动作其实是依靠基本的脚步衍生出来的 不要眼高手低 不要从基本的脚步练起 这样才能在实战中 随心所欲 我们下期再见 还没结束了 最后想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视频 更新的问题 视频确实拖了快一个月了 真的特别不好意思 说好的可能一周一更变成了一月一更 其实主要是我朋友们都在忙着上班 平时很难抽空来帮我拍 偶尔你们应该看视频也是可以看出来 基本拍的也都是中午那一会儿 所以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是想特别快的更新给大家的 不过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 最后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对视频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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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